我們要把焦點轉到宜蘭的童萬節 到底今天童萬節有沒有受到 這個颱風的影響 人潮怎麼樣呢 連線給記者蔡明娟 明娟 好的 夏天最棒的消暑方式呢 就是玩水了 那我們現在所在位置呢 就是宜蘭東山河的童萬節現場 趕緊來看一下現場熱鬧的情形 欸 同學們 為什麼會想在這邊 這邊好玩啊 颱風天咧 颱風 颱風走了啊 因為天氣太熱嘛 對啊 現在天氣很熱啊 依然好天氣啊 感覺怎麼樣啊 超好玩 超好玩是不是 欸 真小姐 今天是跟誰來 家人 家人 可是颱風耶 颱風天 可是天氣還很好啊 呵呵 對啊 天氣太熱所以假的在家裡 對啊 因為也是表弟行程了 也一定是表弟家族旅遊行程了 所以帶小朋友來 對啊 就帶妹妹 因為已經跟她講好了 所以一定要帶她來這樣 好 我們可以看到 現場真的是聚集了人山人海很多的民眾 大家不受到這個颱風的影響 不受到颱風的影響 還是繼續來這邊玩水 雖然呢 遊樂園是表示呢 比一般平常的人數少了大概一半左右哦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現場還是聚集了蠻多的人 大家都想來這邊消暑 因為現在的溫度呢 大概有35、6度的高溫哦 真是非常的炎熱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大家紛紛的來現在的童萬節的活動 現在非常的熱鬧 那以上就是這邊掌握到的情形 時間鏡頭 交還給彭的主播 另外要帶您看到 在北台灣 像東台灣的宜蘭 天氣也很好轉哦 童萬節也出現人潮了 現場的記者是吳議會 議會 好 主播說 雖然中美花颱風沒有直播台灣而來 大家很擔心對天氣會不會有影響 但其實在宜蘭呢 今天一樣是艷陽高照的好日子 所以很多人呢 都陣著假日來到這個地方 帶小朋友 一起來玩水哦 因為實在太陽非常的大 媽媽 我們來問一下 今天怎麼會帶妹妹來出玩 剛好放假 是啊 有沒有本來會不會擔心說 颱風會來攪拌 會啊 會擔心 可是還是想說來試試看 對啊 覺得來這邊超好玩的 妹妹好不好玩 好玩 那喜歡玩什麼 玩的 玩跳舞 玩水很涼對不對 嗯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呢 很多的小朋友在這裡 可以說是玩的不易樂乎哦 因為今天天氣非常的炎熱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呢 不管是這個溜滑梯 還是呢 這個像是個跳跳床 這個部分呢 很多人都是大人小孩 一起在這邊玩樂玩水消暑 那原本預期呢 這個梅花颱風 雖然沒有直播台灣而來 但是外圍環流是不是會為 宜蘭這邊帶來雨勢 但其實今天整個天氣這樣子看下來呢 還是艷陽高照的好天氣 只有在宜蘭的山區 比較雲層比較厚 有可能會在山區有一些降雨 但是平地上呢 還是炎熱的天氣 以上下的情況叫時間降坡呢